哈喽大家好 我是北欧的快乐的农民 刚下班 今天要修点东西 雪都从房顶上化了 掉下来了 但是呢掉下来以后呢 就把我这个水槽子 给 弄下来了 因为雪从上面掉下来 是很沉的 所以这个水槽子 就脱钩了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修一下 要不然夏天下雨的时候 就没用了 这是掉下来的螺丝钉 我还用这螺丝钉给它盯上 这样 好 现在已经上来了 只盯了一个钉子 把其他的钉子都要盯上 这还掉了两个钉子 把这两个钉子还盯上 这样 还有一个钉子 再钉第二个 这两个钉子已经钉好了 然后再钉 这边的还有两个 这样钉 要用劲儿 好了 再钉第二个 钉第二个 使劲 好了 这个没怎么掉 这再结实一下 就成了 紧一下就可以 算 好了 现在 现在 修好了 木工锅 现在 还可以吧 这样水就能掉到我这里边了 太棒了 这边的水槽没坏 挺好的 我看看有没有松的 我给加固一下 我给加固一下 加固一下 然后这还有两个 加固一下 太棒了 这样就加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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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去 这个挺结实的 然后这还有 这个地方 看看 都可以 再看看这个 可以 好 修好了 这个是 到另外一个桶的 水槽 从这下来 我有两个桶 接阳光房 下来的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